好那卸完脸 卸完脸 卸完脸 那现在我用的这两款去角质面膜呢 就是 哈喽宝宝们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主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 晚间护肤品和流程 那在7月的时候 我出了一期成间护肤品流程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来这里 看我的成间护肤品 对待晚间护肤品 我会看中两大重点 首先就是抗老 其次就是修护 所以大家也会在我的晚间护肤品里面 会看到一些A纯精华的搭配 等一下呢 我也会一一跟大家来介绍 自从开始工作之后 真的是压力非常的大 所以现在我的皮肤 也是处于一个不是很稳定的状态 偶尔呢也会有暴斗的情况 我是那种如果喜欢用一样产品 我会用非常久的那种人 特别是对待护肤品 真的是要使用一段时间 得出使用心得 才来跟大家分享 我的护肤理念一直都是 不求产品多 也不求品牌知名度 我喜欢有针对性的产品 可以帮助我30以后 皮肤出现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松弛 熬夜带来的暗沉 针对我皮肤的一些状况 去做一些改善 那如果你也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 那就一定要看下去哦 我的晚间护肤呢 一般都是从卸妆开始 那我现在用的这款卸妆产品呢 就是BioDerma 他们家的水润液 那这瓶水润液 其实他们家有出三款 针对不同肤质的 那像我手里现在拿的这款呢 就是针对干净皮肤 它的舒缓跟保湿效果非常好 那如果你是敏感肌 或者是有性皮肤 也可以选择他们家的另外两款 那这款卸妆产品 它是无添加 无味无色素 所以它涂上脸后 非常的温和 不会有任何的刺激感 非常适合像我这种 现在皮肤不是非常稳定的 小伙伴们 那如果你是用来卸眼妆 或者唇妆的话 我会觉得它的清洁度 可能不太够 所以呢我会推荐给大家 另外一款 我非常喜欢的卸妆膏 那这款巴尼兰的卸妆膏 我已经用了大概五六年的时间了 我真的是非常喜欢 我觉得用它来卸眼妆 唇妆 或者是全妆 真的是效果非常的好 那可能油皮的宝宝们 觉得卸妆膏 会对皮肤有一些刺激 或者是洗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黏逆感 但这款它完全没有 很多人说它是Eve Lung的评价版 其实Eve Lung的卸妆膏 我自己也有用过 但是我真的是受不了那种精油的味道 再加上它的操作真的是非常的复杂 对于我这种比较懒的人来说 无法坚持下去 那他们家的包装也是非常的好看 像这款粉色是针对所有肤质 那其实很多年我都是用它来卸全脸的妆容 但是因为最近我出现一些暴斗的情况 在我的下巴跟下额线这边 所以呢现在我只是用它来卸我的眼妆 跟我的唇妆 那所有的卸妆膏都需要加水来溶解 然后进行打圈式的按摩 这样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清洁你的皮肤 跟你的毛孔 所以你会发现洗完之后 也不会有任何的黏逆感 它非常的温和 适合在夏天使用 好那卸完妆之后 我们就要来洗脸了 那这款洗面奶呢 是小众护肤品牌 Acaderma他们家的新产品 上个月才上市 它里面含有一个现在非常火的成分 那就是牙麻籽 所以它也是一款非常温和 不带任何刺激感的洁面乳 现在我差不多用了一个多月吧 我觉得使用感还是不错的 这款洗面奶它是属于褶立状 涂上脸之后非常的丝滑 不会有任何的黏逆感 还有一股非常淡的豆奶味 我觉得早上用它来洗脸还是非常爽的 可以帮助你有个好的心情来start up your day 通常洗完脸之后 下一个步骤就是去角质 因为我觉得去角质可以帮助你的皮肤 有一个更好的吸收 那我现在使用的去角质面膜呢 有这两款 这两款都是我现在平时非常喜欢用的 我会按照我当天的皮肤状态 去做一个选择 那狗子他们家这一款呢 它的强度会略高一些 那它里面含有磨砂粒 跟五种植物萃取 所以它会更好的去溶解 跟褪去老化的角质 那这一款去角质面膜是 Dermalogica他们家的新产品 它的强度要稍微低一些 其实更适合干皮的宝宝们 等一下我也会跟大家做一个具体的介绍 首先我们先来聊一下狗子 他们家的这一款 深层去角质面膜 那其实这款面膜不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没有他们家的泡沫面膜那么有名 但是我会更喜欢他们家这一款 因为它很好的帮助我去解决我皮肤泛油的问题 其实我用过很多不同品牌的去角质面膜 我觉得他们都有同样的痛病 那就是洗完脸 你会觉得你的脸有一种强烈的紧绷感 特别是我过了25以后 我的皮肤慢慢的从油性皮肤 转变成一个混合性皮肤 外油内干的肤质 真的是非常让人头大 所以我才会很依赖去角质面膜 可以更好的帮我的皮肤 做一个深层的清洁 那这一款面膜它含有 葵花籽脂肪酸 可以帮助你皮肤维持一个水油平衡 和更好的去滋润你的肤质 那这款面膜呢 我会一周使用一到两次 根据我皮肤的一个状态 去做一个深层的清洁 洗完脸之后 我会在脸上涂厚厚的一层 大概差不多10分钟之后 就会直接去洗澡冲掉 所以也是非常的方便 那第二款就是我刚刚已经跟大家提到的 Dermalogica他们家的这款新产品 那这款其实这已经是我的第二支了 那大家可以看我其实用的非常的野蛮 因为这个已经被我挤压坏了 这款面膜真的是懒人宝宝们的福音 因为它不但是一款去角质面膜 它其实也是一款保湿面膜 是不是很神奇 这款面膜里面含有 合合八子 太阳花跟爆珠 所以绝对是干皮跟混合性皮肤的福音 那一颗颗的爆珠也是非常的好玩 在你的按摩之下 它会慢慢的消失 被你的皮肤吸收 那一般我涂完之后 会在皮肤上停留大概5到10分钟 之后直接去洗澡冲掉就好了 那你会发现洗完以后 你的皮肤有非常好的保湿感 我觉得如果你也是一个不喜欢 花太多时间护肤 或者是没有时间护肤的宝宝们 可以使用这样一款去角质面膜 真的是一举两得 帮你做到保湿跟去角质的效果 那做完去角质面膜 接下来的一个步骤就是涂爽肤水了 那我现在用的这款爽肤水呢 是一个韩国小众护肤品牌 Pon Skin他们家的 他们家的保湿系列 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从爽肤水 面霜跟面膜 我通通都有用过 我觉得效果也是立竿见影 再加上便宜大碗 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 这款爽肤水它里面含有 玻尿酸成分 所以可以帮你更好的去体调你的肤色 帮助你改善熬夜 给你带来的肤色暗沉 其次它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保湿效果 涂上脸后你会觉得非常的湿润 也不会有任何的黏腻 之前我都是用手拍的 但是最近看到很多美妆博主 都推荐用棉片的方式 来涂抹 这样子会帮助你的皮肤有个更好的吸收跟清洁 最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你避免不必要的闭口 跟痘痘的产生 其实我对待爽肤水没有太高的要求 只要它能够帮助我的皮肤有一个好的稳定跟保湿的作用就可以了 这款也是无味无添加 非常适合敏感肌的保湿 好那接下来这个步骤就要说到我们今天视频里面的主要角色 那就是A唇精华 那A唇精华我现在使用的就是 是Alginus他们家的湿黄唇精华 那其实这款精华也是我看到很多美妆博主种草的 没想到它的效果立竿见影真的是意外的好用 这已经是我囤货的第二支了 Alginus其实是一家旧金山biotide公司 他们家主打的就是抗衰老产品 我刚刚也在我的视频提到过 我的晚间护肤一大重点就是抗衰老 这一款A唇精华它是属于一个乳液的质地 它上脸之后吸收非常的快 不会有任何的油腻或者是泛红不适感 它的浓度很适合入门级别使用 那我现在差不多已经用了小半年的时间 我发现这款式黄唇精华 其实也有很好的消炎效果 可以更好地去帮助我的皮肤 去缓解一些新长的痘痘跟痘印 那同时这款精华有很好的美白跟抗衰作用 涂完之后第二天我会觉得 我的皮肤又白又亮变更细腻了 长期使用也会有一个很好的收毛孔的作用 那除了这款精华之外 我还会叠加一些其他精华 来加强对痘痘跟痘印的消除 那我用的另外一款精华呢 就是SkinCeutical他们家的色修精华 那SkinCeutical是美国一家非常有名的药妆服务品牌 那在我表妹的强力推荐下 我毫不犹豫就入了这款 那最近这个月我的痘痘也是改善了不少 那我的制痘秘诀就是刷果酸 搭配上这款SkinCeutical的色修精华 因为这款精华非常的温和 所以很多宝宝们也会把它当作一个提亮肤色的精华来使用 那其实我现在只是局部在使用它 一般我会涂抹在一些找痘痘的下巴 或者是有痘印的下额线这边 那现在的话我的下额线这边 还是会有一些泛红的痘印 其实每次我手痒挤完痘痘或者粉刺之后 都会用它来做一个修复 第二件你就会发现你的痘痘泛红就会减少很多 其次这款精华的质地非常的清爽 它可以很有效的帮助缓解你极度一些泛红跟敏感 所以它也有很好的控痘效果 那之前在我的视频里 我有跟大家提到过 我成间使用的Dermalogical他们家的Spot Fader 那这一款跟Spot Fader的区别在于 这一款的消炎效果会更强一些 好那说完精华之后 我们就要来聊一下面霜了 因为现在是冬天 所以在选择面霜的时候呢 我选择了一款保湿性非常强的暴水面霜 Alginus他们家的暴水面霜 相信大家也不陌生了吧 小红书上有很多关于它的攻略 那看了很多攻略之后呢 我才决定自己来尝试一下 那这一款暴水霜其实也是非常的厉害 它是天后同款 那Alginus他们家的这一款 也算是明星产品了 那首先我第一次用它的时候 还是有一些复虑的 因为它看起来非常的rich 它是那种膏状质地 看起来很难推开 这一款涂上脸后一点都不会搓泥 皮肤吸收非常快 睡前擦完之后 第二天你会发现你的皮肤 还是水分满当当 大家都夸赞它是暴水霜 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 效果非常惊喜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 在入冬的时候使用 那我感觉这一大罐 其实也是可以使用到春天了 很适合所有肤质的宝宝们 好那说了这么多 我晚间护肤流程里面的最后一样护肤品就是眼霜了 那这款眼霜其实跟我的面霜是属于一个系列的 它也来自Alginus这个品牌 那它打开以后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奶油质地 但是有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就是你把它涂在你的眼周 为慢慢地推开 你会发现它不但滋润 而且有一种水状的体验感 那其次它有很好的减轻你假性细纹的效果 其实我是一个睡眠不是非常好的人 但是自从用了这款眼霜之后 我发现我的黑眼圈也明显地改善了很多 那如果你是白天使用这款眼霜 你有会发现上妆的时候不会出现任何卡粉的问题 所以这款眼霜我还是非常推荐的 我一定会回购它 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 我所有的晚间护肤流程跟护肤品 那其实我觉得好的护肤品 只能帮你减少熬夜 给你皮肤带来的伤害 如果要做到彻底的改善 那我觉得一定要养成好的作息习惯 早睡早起 这样才能彻底的改善你的皮肤 那其实我觉得很多护肤品品牌 都有他们自己的明星产品 但是也有很多产品是大家不是很熟悉的 所以希望在年初的时候呢 跟大家出一期护肤品品牌的Design 跟大家分享一些大家不是很熟悉的产品 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对我的护肤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在以下给我留言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